昨天上午4点12分发生这个不幸事件 台内公司统计 大概在31分钟的时间当中 这个水库释放了大约20万立方公尺的水量 造成这次的不幸事件 昨天清晨南桃县五街坝的电动闸门 两度自动开启无预警放水 造成在下游野营地的台中 卢信与赖信两个家庭 共五人连着帐篷被暴涨的溪水冲走 其中4人不幸死亡 针对这起意外台电今天表示 目前排除小动物闯入量后的可能 初步研判可能是因为绝缘电缆烈化所造成 台电指出 学家门全开的话 每秒会卸出208吨的水量 学家门需要15分钟开关 这次放出的水量为20万公吨 目前五街坝水库的水量为50万立方公尺 因此这次卸出占了五街坝水库的四层水量 我想应该没有所谓偷放水 因为放水都有一定的标准作业流程 都要事先广播 然后放水的速度 这次纯属意外 并不是我们计划性的放水 所以前面这些标准作业流程都没有做 台电也表示 五街坝每半年就会做一次检查 上次检查是4月13日 当时并没有发生异常 原本预计下次检查时间是10月中旬 但因为发生故障事件 目前已在全面清查 至于是否有人员疏失 台电则回应 由于目前人员正在休息中 会尽快调查清楚 但是如果最后的结果 是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的话 台电公司也绝过互短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